现在咱们呢 直接前往到车阿典景区去看一看 看看上面有没有注册点 我在窝上是没找到 在窝上面的点 只有在下面的 像给拉镇的 所以说如果灯的上面没有的话 阿典再开到下面镇里面去注册吧 也没有看到特别多的房车 基本上没看到房车 现在咱们到 到停车点了 因为阿典刚才开到道奇亚丁 景区门口去看了一下 然后被这边当地人 哇 疯狂 疯狂拦截 然后直接上了我车 把我带到这边了 说我在他们家停一停车 30块钱 停车费 然后可以接下水 不过我就感觉这边太危险了 而且最近是每天晚上都下雨 这个停车变得太危险了 而且全部是沙土啊石头啊 晚上如果下雨 下雨多肯定会全部 肯定会下来 直接先把水加去 确实有好几天没加水了 快用完了 咱们现在先把车停这里吧 等下午那两两个小时走了 咱们再停到后面去吧 现在先走到前面去看一下 哇 这边的人真的是 真的坑 万一下雨了 塌方了 咋整 30块钱学费 就这么交调了 直接就上车了 不让阿廷走了 这里没办法 这里没办法 我还会能带我去一个不错的停车点 然后这么危险的一个住车点 前面呢就是道神雅丁的景区 门口呢 其实道神雅丁 它这边的海拔 其实只有3000米 比阿廷昨天住的礼堂 就是差了1000米左右 咱们明天就能这边进吧 看天气晚上又得下雨了 从这里就能看清楚我停车的位置 你看上面 上面还是公路 太危险了 万一 真是不怕178万一 阿廷还是决定不在 不在这边停了 太危险了 真太危险了 晚上肯定得下雨 下雨了 后面的沙 沙坨肯定要 肯定要降下来 而且这上面还是马路 哇贼危险 刚才没看清楚 这么一看真的很吓人 这边挺过夜的 特别是我 人还要住在房车里边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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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这里太危险了 把水加了就够了 万一出点啥事 车子被砸了 他们也不会负责 是吧 这里的人也 也只是想着赚钱的了 咱们就下去吧 还是开到山下去吧 这个停车场多好 看雅丁大居宴 这边门口 哇 超大的停车场 是吧 而且环境比刚才那边好多了 又安全 然后风景风景又好 是吧 哎呦 三十块钱 加了个水 虽然有点贵 但是至少还是加了水 其实这个停车 位挺挺好的 就吃饭 麻烦了点 大家以后来 开房车或者开床车来道成雅丁的话 可以来 可以来这个 雅丁大剧院 它这边停车 它这边是免费停车的 但是大家 过来的话 一定要记得注意卫生 有垃圾的话 那边有垃圾桶 千万一定要扔垃圾桶里面去 哎呀 这位置多舒服 不过我今天 不想 不想停这里 我想停到人家酒店停车场里面去 因为 方便吃饭嘛 跟人家酒店 打电话说了一下 说在 说在酒店里面吃饭 然后让我免费停车 但是呢 这个停车场呢 依然是一个 很老好的停车场 应该是 这边最好的一个停车场了 比 比景区里面的那种停车场好多了 到了 就前面那个酒店 咱们停酒店里面去 然后可以来酒店里面吃饭 方便点 在人家这边停车也 也要消费点东西 就这家酒店 道成雅丁 咱们吃饭 这就是咱们最终的注射点了 这是一个酒店的停车场 咱们晚饭呢 就在这里吃了 亚丁致选假日 套房酒店 还行 然后咱们明天早上就在这边打上滴 打滴去警区门口 房车就在这 房车就停在这边不动了 开上去也麻烦了 上面 舒坦了 把天窗打开了 他这边吃饭要到晚上六点 现在五点十分 咱们在车上休息 吸口哑 吸口哑 其实呢应该有很多 网友或者想来道成雅丁呢 我网友呢 所以肯定会有像跟阿廷之前一样的顾虑 其实这边的 礼堂到 道成雅丁的路况 非常非常好 基本上没有 基本上没烂路 就是开的特别特别舒服 现在特别是这个季节 路上都没车的 这一趟行程是 阿廷开的最舒服的一段路 所以大家以后来道成雅丁的话 就不要怕 就不要 就不要 不要觉得路会很烂 其实路非常非常好 然后 这里面的酒店呢 也都非常非常多 也都很 都挺方便的 好休息会儿 坐等 等你吃饭去 晚上六点十六分 咱们去吃晚饭 走着去酒店里面吃晚饭 这个 这个酒店门口的景色 其实还是真的不错 一座这么大的山 横窝在这边 看看啊 酒店的菜价 没杀人 如何 菜上齐了啊 番茄炒蛋 三十八 水煮肉片 四十八 一碗饭三块钱 这一份全是番茄的番茄炒蛋 不过味道还 不过味道挺好吃 吃饭吃饭 你还别说 这家酒店的川菜做都是非常非常好吃 阿廷特意去了解一下 他们说厨师是特意从成都聘请过来的 难怪味道这么好吃 可能是我 可能是我开着开累了吧 觉得吃什么都挺好吃的 吃饱喝足 出来了 哎呦 菜做的真好吃 味道真不差 这价格也其实也不是特别贵 毕竟是在这个酒 景区里面 道成雅丁景区里面的这个酒店里面的菜 番茄炒蛋三八 那个水煮肉片四八 一共九十多块钱 做完视频 今天准备早早的休息了 明天早上起床 然后去道成雅丁 明天阿廷要背的东西多了 因为了解了一下道成雅丁 那个里面基本上都是徒步 阿廷准备呢 明天背那个包去 里面装的无人机啊 还有拍摄的设备啊 还要带上一罐氧气罐 然后两瓶矿泉水 感觉明天市场硬账 感觉一天都得待在景区里面了 所以说 都要准备好 好了 现在上床 上床 上床 咱们休息了 而且我不知道景区里面 明天到底有多冷啊 我看天气预报是 也不是特别冷 我不知道 要不要带棉 跟你纠结 可能景区里面海拔高的话 可能会很冷啊 但是戴棉袄的话 哎呀 算吧 算吧 明天再说吧 咱们先睡觉 晚安 姑奶 看你撕雷 来吧 来吧